上次說到洪七公和歐陽鋒鬥比內功,結果兩敗俱傷。 誰知這兩個冤家休養了幾天,洪七公一有些氣,他就先撩膠。 臭下母,我問你服了我沒有? 歐陽鋒當然不服氣,便撥回他說,服什麼服?我還有大把功夫還沒洗完出來,如果洗完出來,不打他們就糟糕了。 你這次說法要糟糕了,你臭下母有多少斤兩我不知道嗎? 我這套打狗棒法你都聽說過了。 歐陽鋒就當堂打個特森想,打狗棒法好像是聽說過。 不過上幾天打的時候,又不見他用的? 是不是冒充大頭鬼? 想到這樣他就說,嘿嘿嘿,打狗棒法有什麼這麼厲害? 什麼棒法我都破打。 洪七公就很後悔,上幾天打的時候, 如果他使出打狗棒法,實佔到歐陽鋒便宜的。 不過當時他想著歐陽鋒是癡癡的,自己是著數不少啦。 還用黑衣幫的毒門功夫來對付他, 那就未免勝之不武,不是好看所為。 啊,誰不知,歐陽鋒是人傻,功夫不傻, 還好過舊陣時的。 倒題來就搞到兩敗俱傷。 現在想再洗這路棒法,自己已經沒力洗了。 洪七公聽見歐陽鋒先頭這樣說, 越想那條氣越不順。 忽然靈機一動, 入了陽鋒過來,就細細聲對他說, 喂,華鬼啊, 你知不知道我舊屎是黑衣幫幫主來的? 知啊,知啊。 洪七公武功蓋世,肝膽召人的事。 陽鋒在重陽公學時就聽道士講過了。 洪七公見楊過懂得自己的來歷,就說了, 喏,華鬼, 現在我想教一套功夫給你學, 很厲害的。 這套功夫一向來, 只是教給本幫幫主, 不教給別人的。 不過今天你乾爹看我不起, 我想你學來打給他看看。 哦,這樣啊,洪老前輩, 反正你這些功夫, 不傳給別人的, 那我不學算了。 我乾爹的腦有事, 你不要跟我一般見識才行。 哼,這句話法要解了。 那套功夫, 就算你懂得打, 不懂運功缺竅, 都是沒用的。 況且, 我是想你擺個姿勢給別人看看, 那不算是全功夫給你。 楊國的心就想了, 你這套功夫說明是黑衣幫鎮幫之寶, 乾爹就未必拆得到的。 哼, 那我又何必幫別人鬥贏乾爹呢? 當時, 楊國就推三推四, 說不敢學黑衣幫的秘傳。 紅七公一眼就看出他的心事, 就特意激歐陽鋒, 哈哈, 臭蝦毛, 連你的契仔都知道你破不到我那套打狗棒法, 不肯學來打給你看。 歐陽鋒一聽就懶了, 乖仔, 怕什麼啊? 快點學來, 打給我看看, 看看有什麼這麼厲害。 哼, 兩個老爺都這樣逼他, 楊國無可奈何, 就走到紅七公身邊, 紅七公就叫他撿起條樹枝, 將打狗棒法中一招, 棒打雙犬,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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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告訴他, 楊國一學就會, 就馬上召式打出來。 歐陽鋒見到棒招神奇, 咦, 果然是厲害, 那一時難以化解。 嗯? 眼睫睫地想了一排, 想到了, 就叫楊國過來, 將這一招掌法,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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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告訴楊國, 楊國照著他的, 又做出來給紅七公看, 紅七公看完, 就眉眉嘴笑笑, 齊下武, 你是可以的, 讚完了, 他又這樣這樣這樣, 教楊國一招棒法, 哈哈, 這兩個老家伙就是這樣, 拿楊國來演繹他們的功夫, 互相比武, 那天由早上給到夜晚, 不過對策了十幾招, 楊國已經累到骨都散了, 夜晚休息了一晚, 第二招, 又是這樣鬥過, 如是這般, 就過了三日, 紅七公那三十六路打斗棒法, 才說出來, 這三十六路棒法, 精微變化, 奧妙無窮, 越後面那些, 歐陽鋒想的時間就越要長, 不過他所回擊的招數, 陷都是那些, 攻守兼備, 威力伶俐的佳佐, 紅七公看了都不由得心服口服啊, 這日埃晚, 紅七公講了第三十六路棒法, 天下無窮的第六變, 這個是打狗棒法最後一招, 最後一變的絕招來的, 一世這招, 闊闊聲, 四邊四邊都是棒, 一發力, 就算有幾十隻惡狗都會一起被打死了, 所謂天下無窮就是這個意思了, 這招真是絕招中的絕招, 歐陽鋒當時看完之後, 想不通不止, 那一刻, 整晚哩哩回來覆去, 想足一晚, 到第二天一早, 楊過還未曾起身, 歐陽鋒就失驚無神, 抹大喉嚨說, 哎呀, 有了, 有了, 乖仔, 你就用這招掌法破他吧, 楊過就整個被他嚇得窄醒, 嚇了驚, 本來歐陽鋒的頭髮鬍鬍, 就略略灰白的, 這晚用心過渡, 一夜之間居然全部白了, 整個老了十歲起碼, 楊過心中一陣難過, 想說開聲, 哀紅七公, 不要再比了, 但是歐陽鋒就猛地吹他過去, 就唯有聽他指點了, 這一招十分複雜, 歐陽鋒講解了很多次, 楊過才能領回得到, 於是, 就照式打出來, 哇, 熊七公一見, 那塊臉啪聲變了, 本來躺在地上還沒太動, 這陣子不知哪裡來那麼大力, 一跳就跳了起來, 老毒蜂, 歐陽鋒, 盧核二今天復了你, 剛剛講完, 一撲撲歐陽鋒, 就抱得他緊緊, 咦, 楊過就嚇了驚, 以為他要傷害乾爹, 就連忙想拉開他, 哇, 但是抱得緊緊那頭, 一點都扯不動, 只聽見熊七公就啪啪聲笑, 哈哈哈哈, 老毒蜂啊, 老毒蜂, 這麼絕的一招你都想得出, 果然洗得, 你好東西啊, 歐陽鋒, 歐陽鋒, 歐陽鋒連日惡鬥, 一夜虎屍, 已經是神須力歇, 聽見人家連氣叫他幾聲, 老毒蜂, 歐陽鋒那樣, 突然間回光返照, 心如明鏡, 幾十年來往事歷歷在目, 啊? 哈哈哈哈, 我是老毒蜂, 我是歐陽鋒, 嘻, 你叫老鱷, 紅七公,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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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兩個老家伙, 握在一起, 笑到見牙不見眼, 笑笑一下, 一聲, 一齊動都不動哦, 哎,乾爹,洪老前輩,乾爹,洪老前輩 没人答杨哥了 杨哥就拉一下洪七公的手 一拉,两个老人齐齐发低 杨哥就震腾腾护身,看看他们 哎呀,没了气,死了啦 哎呀,北黑西毒 反反复复斗了几十年 你不让我,我不让你 怎么知道一起在华山绝顶归天 两人毕生怨愤斗建 临死那时却是相抱大小 几十年的深仇大恨一笑了之 真是人生如梦,往事如云 风雨过后,实会烟烧云散 所以做人是好化的 千万不要让让事都根根计较 就是这样了 杨哥见到两位老前辈突然间没了气 又怕又伤心 这个深仇硬是不多信 洪七公曾经假死三日三夜 难道他们现在又再假死 斗死得久 他们武功盖世 不会这么容易死的 他还想拼下 坐在两条死尸旁 看了七日七夜 后来见到他们的皮肉一路路变色了 才知道真是死了了 当时就大哭一场 哭完了就在山洞边挖了两个坑 埋好这两位武林奇人 又对他们的坟墓公公敬敬 扣了八个响头 悼念一番之后 才找路落山 他不分东西南北照行可也了 想着大地茫茫 任得我四海飘零 等到授数尽了 随便躺下死了 便一世是了 唉 他上华山才半个月左右 知个人就老成了很多 上山那时还自探命贱 满腔怨愿 下山的时候就觉得世事如浮云 人家看重也好 看轻也好 对于我又有什么紧要呢 小小年纪 竟然奋世质族 换世不公 这日他来到闪南一片荒野之地 放眼望去 都是那些枯树野草 突然间 西边扁传来一阵马蹄声 跟着沙尘滚滚 一会儿 有几十匹野马 狂奔而过 眼见这么多野马 慈情方圆 自由自在 杨过也觉得天高地阔 无拘无束 正在陶醉着 忽然间后边有马声 杨过立刻转转身 见到一只黄毛兽马 拉着车山柴 逆逆逆逆走过来 看样肯定是那只兽马 见到他的同类 在山野中自由奔跑 而自己要劳神苦役 引致发出悲鸣 这只马又真是受得可怜 两排腊笔条条托起 四只马脚 撩得好像动起 四肢盲公竹那样 那些毛水 疏囊囊 响堪堪 全身还一绎绎边痕 在后边车柴那里 就坐着一个大只佬 他嫌那只马行得慢 啪啪声就起势这么边 哎呀 杨过被人欺负得多了 见到这只兽马这么凄楚 当堂的心很矮 眼泪都混了 一飙就飙开路中间 插着腰就骂了 喂 你这脚笔的 这么大车柴你都不落地走 想拉起一只马 车上高的人 见到杨过烂身烂细 当然是看他不上眼 呵呵 你这个死乞与 自己都没管 还管起一只马 快点滚开 说完他 啪一边就飞到马上 想说赶一只马 走快点就撞低杨过 这样来杨过就生气了 你再打一只马 我就跟你松骨 大只佬听闻就 卡卡声笑 顺手啪一边就飞到杨过上 杨过这么好功夫 一手就扯了他的马边过来 倒转马边 啪 飞便在空中打个圈 一圈圈圈着大只佬的颈 整个一扯就扯了他下车 举高拳头 叮叮叮叮叮叮 雷鼓那么雷就雷了他一顿 那只兽马虽然丑怪 之后很有灵性的 见到大只佬被人打了 叫得好开心 还伸个头过来 嗨嗨嗨杨过的脚 显得好亲热 杨过就帮一只马 扔断了拉车的承索 拍一下马背 指下远处那群野马就说了 走啦 收马 再没人欺负你了 走啦 那只马极角 前脚立起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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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么厉害,吓得他连车柴都不敢要,爬起身就走隔不透,走到没雷工这么远,才大声叫有贼啊,有贼抢马抢柴啊,杨哥就没理他这么多,嘶嘶嘶嘶嘶就拔了一大堆青草来喂那只马先,哎,妈妈,你和我都是这么凄凉的了,我们不如相依为命吧。 他等一只马吃饱头粥,才骑上去慢慢走,这只兽马初时走得好立的,不是失提,就是吐气,那杨哥给足心来喂了他七八日之后呢,整只马不同了,精神了,居然步履如飞。 这一天,杨哥在路边一家小酒店里歇脚,那只兽马忽然,咳咳咳咳咳咳咳,走到桌边,望着杨哥旁边的那个人那碗酒就猛地叫,杨哥就好奇心起,问酒保拿了一碗酒放在桌上, 那只马见到一碗酒,一红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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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保见到杨过烂身烂细 谁知道这个乞丐仔 有没有钱找数 那些酒卖了 杨过这样子收货 吃完饭 骑上马 那只收马趁着酒意 撒开大步 跑起来好像飞 路两边的树木 一声倒退 这只马快就够快 不过真的很欺人坐 起码要有杨过 这么好的轻功才能坐下 为什么 原来这只马兽 全身骨肠肠三千八角 放着跑起来又抛上抛下 你说是不是很欺人坐 这只兽马还有一道怪 只要见到路上有山口在前边 就几下都要爬过头 看来他这么拯强好性 可能都是平时被人欺负所造成的 真是密似主人形 这只马这样的脾气 跟杨过很合适 一人一马 居然做了老友 杨过本来心情很远 现在有只马和他玩一下 倒是开心一点 以后一路南下来打听小龙女 各位 明天再说了